说到东方古典音乐 这具有文化底蕴的就是古琴了 在2003年的时候 古琴被两色国教科文组师列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现场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太了解古琴 但是现在越来越火热了 不只是两岸三地而已 连全世界都有越来越多人都想要了解它 而去学习怎么弹呢 第一首为大家所带来的是一首古琴的小品 古琴音 据说是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曲子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江继红 王颖诚 李又诚 以及俊欢老师 李又诚 李又诚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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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又诚